小艾絲 小艾絲日前在主持的節目上 談論到追星的話題 他透露說到自己年輕時很迷一個日本團體 當時還會拍照寫信給他們 並且寄到該團體的公司 甚至在他們來台舉辦演唱會時 為了排在最前面 自己還在那裡過夜 讓一旁的派翠克驚呼 你有這麼瘋狂過 此外當時自己也很愛日本團體 Dreams Come True 有趣的是某次他們來台舉辦活動 剛好主持人正是小艾絲當生男友黃子嬌 對此他特地拜託對方帶他去現場 教哥也答應自己 當時對方還向該團體介紹小艾絲 並向他打招呼 對此小艾絲激動到淚流滿面 感動直呼 黃子嬌我真的要嫁給你 一番話讓前場都笑翻啦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